为了体验传统日式生活美学 本月5号 我位来自日本冲神县的艺师 在台中市政府与现场民众分享日本茶道 并提供手作甜点和和服穿着 带您一起看看 艺师细心地帮现场民众穿上和服 整齐做好仔细看艺师的示范 桌上的果子茶点可是还内含着深刻意义 因为日本人非常喜欢大自然 所以他们的茶点用四季去表达 所以就是从这边有春夏秋冬这样子的 就是不同季节的感觉的甜点 很好吃 很不会甜腻但是很绵密的感觉 不断地搅拌着绿茶 喝茶前转下茶碗方向 喝完后擦一下茶碗上的唇盐 然后手在沾沾胸口上的衣布 并拿起碗来端详端详 日本的茶道里面 他所要说的一个就是说 彼此的像说关怀或者敬意 谢意都是从这个表现 然后从这边不只是欣赏他的茶的味道 还有欣赏这个主人 他的心意就是说 我希望我今天的招待 是把我最好最好的都拿出来 所以客人会在欣赏他的碗 所以欣赏他的花 这些花跟这碗基本上都是跟事迹有关系的 就是生活可以慢下来 然后去注意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在用的东西 然后生活中可以发现这样的优雅跟美丽 不只喝茶的好坏 日本茶道同时也结合自然 更重要的是 它还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尊重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 杨淑眠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新唐人亚太电视频